而酿酒产业示范区计划当中设置酒厂或者是酒庄卡关 除了是酿酒酒牌申请不易 部落酿酒工坊以及协会族人指出 封冰箱海岸绝达多数都划设了自然保育区 无形中也成为了地方发展的阻碍 地方公所以及部落协会工坊也期盼能够装案的来松绑解套 一力推广传承部落的文化产业 虽然封冰箱公所的酿酒产业示范区计划 圆明会在去年12月底就有就地结算 但是湘工所与部落协会认为 这攸关着部落传统酿酒产业文化的传承 因此积极争取不放弃 组装的公共厂可以设立起来 让部落的酿酒文化不会间断持续的 在做文化的传承 也希望它变成是蜂蜜山内的产业之一 因为毕竟整个乡里头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部落产业 不论是猫工还是港口到位酿工坊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计划期程中 各自赔力12位以上取得认证的酿酒师 但相较于猫工酒厂用地为原宝地 位在海岸自然保育区的倒酿酒小酒庄 就期盼能够专案松绑解套 提供地方发展文化产业的空间 他们没有专门的专案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有一点延宕 部落协会酿酒工坊积极争取推展 部落酿酒文化产业三公所也全力支持推动 即便遇到瓶颈 乡长江丽婷仍有信心 足以克服 那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面对 看我们如何去协助 能够真正把这个一个酿酒的一个文化 能够在我们部落继续的一个传承 那也希望有了这个酿酒 能够成为我们封滨未来的一个品牌 封滨商工所109年 争取获得原民会将近2000万元的产业 扶植计划经费 推动执行完成包括六个工作项目三大策略 乡长江丽婷表示 只要设置酒厂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 乡公所也将会再提报 争取原民会产业扶植计划2.0 确实打造风冰箱 成为阿美族酿酒文化示范区 记者石玉兰 风冰采访报道 年轻人员 5129 5129 感谢观看